你许完夜了吗 许愿 许啥愿呢 许个愿 许个愿 许个愿才可以的 是哪 对 好了 可以吹了 可以吹了 来 哇 开开 你看我大姐 又哭了 眼泪呀 不哭不哭 哎呦天呐 你老婆给你发 微信你俩不接呀 发视频 我要惩罚惩罚他一下 但是我们监管一来 第一个生日 他就来忘了 还要粉丝去提醒他 龙哥你死定了 挂了 不接他的 谁发的视频 这位龙哥死定了 这位龙哥 看到没有 发了好多个 全部都挂了 又来了 他打电话 又打电话了 生气了 傻狗 生气了 你看这个 发两个都被他拒绝了 拒绝 拒绝的好 发两个都被他拒绝了 龙哥你死定了 完蛋了 怎么办 没活好 我姐 我姐夫竟然把我姐身上 给忘了 不可原谅 先挂他两个视频再说 是的 是不是 看他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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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我手机上了 那我二姨不能不接姐夫的电话 对不对 那我又没过节 是不是 那二姨接了 那我就接了 那你就聊呗 那我就接了 喂 接嘞 算了 电话就在他耳朵边上 你接嘞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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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干啥 回来不接 我不想接 回来不接 孟哥你死定了 我们也救不了你 什么情况 我的妈呀 我生日里 我生日里 我们俩 我们领证 我们结婚以来 第一个生日里 竟然把我忘记了 是的 所以不可原谅 关键他还在外面跟人家哈啤酒 对哈啤酒 关键是 你要是累死累活 躺在家里 我还可以原谅你 你既然还在外面跟朋友聚会 昨天晚上聚餐 今天晚上聚会 我没在成都 你的小日子过得很潇洒 我不去成都了 完了我点价不去了 对不对 昨天晚上你是不是聚餐来着 今天晚上你又聚会 哈啤酒好久没聚 我不相信你 我不去成都 这样完了 我来早上明天白天回去的 这样完了又要推迟两天 啥呢 你们干啥呢 你们干啥呢 你快早点回去吧 龙哥我再帮你劝呢 我再帮你劝 你早点回去吧 玩个半个月一个月的就回吧 你这叫圈啊 是呀 可不 刚才都没干过来 没有萧嫣的战场 没有萧嫣的战场 咋办 姐的原谅龙哥吧 不行 挂了 又挂了 你拿我的电话挂龙哥的电话 直接就挂了 我再跟他说话 我挂了 不可原谅 你这样的我怎么做人啊 是我的手机 他也以为是我挂的呢 你不能向他随意挂我的电话 知道吗 我没有挂之前你也不能挂 这是不对的 好 人家都那么远 你干嘛不原谅人家 原谅人家呗 人家真忘了 这真没记得 一点没记得 我跟你讲 是的 所以原谅他呗 怎么样这蛋糕好吃吗 好吃 为了干嘛 长寿面吗 我再给我点下个面 这煮个长寿面 是的 这鸡蛋是啥意思 这那荷博蛋呢 长寿面加鸡蛋 是什么什么寓意 给他煮个长寿面 哇 刚吃完蛋糕这那个长寿面 咋了啦 我少煮一点点 你不怕李大姐长胖吗 没事 反正都那么胖了 再胖一点也没事 也不在乎这一顿 你煮吧 你煮吧 哇 糖心蛋吗 嗯 我再吃两个糖心蛋 长寿面就这几根 他看蛋糕吃不了多少面了 我也要吃 你也要吃啊 嗯 那我多下点啊 下几根那里面 长寿面 我要蘸蘸长寿面 好 我想长寿 不是吗 你也想长寿啊 对 这个已经是烦熟了 长寿面我要吃 我想长寿 就清淡的 不是有咸菜吗 嗯 好了 照好了吗 嗯 哇 好了 长寿面绝对的 今天是我生日 他现在把我生日都忘记了 你看他要打电话来 哄我 不可能的 姐女别生气了 你看你妹妹尝上面就煮好了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 多吃 哈哈哈哈 这两个雞蛋 好爱心 好奇怪 糖心蛋呢快点吃 我吃了 我来不止把这里有蛋糕啊 谢谢妹妹啊 就不能这样子 在为你的体重上又天窗天瓦现在 不是我想说王东西这荷包袋 你今天煎了个荷包袋煎的就是睡的 让人家飞飞煎煎荷包袋 这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个生日了 讲这么大美国过生日 飞飞我姐不能吃番茄 没事那个只是配个颜色 在里面 你可以放里面 不尝了吧 别吃了 鸡嘴 白淀粉 好吃 好吃 咱们不要真的 我从小话 西红柿好吃 好久没吃西红柿了 西红柿那个 可怜的 太可怜了 你骂我几句也行呢 谁说的这个 他老公 还有谁 还有谁 除了他老公 还有谁 他老公 你骂我几句也行啊 不接视频 不接电话 骂呀 这都是骂呀 还姐还几句的 还不着 嗯 我多少就吃了 我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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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种吃好 不吃了 我大姐今天过生日 我一边就着这个机会 跟海姐认个错呀 对 啊 要的 要不要 要 要 要吗 嗯 有一块价格万事新是不是 是 那我跟她道歉 再来 好 那能不能原谅我 她要是不原谅我 看怎么办呀 没事 给你助攻 助攻 哦 死皮烂脸 那我现在就哄她 女人最受不了 男人的死皮烂脸 你死皮烂脸 赖着她 一会就哄好了 知道不 眼皮一定要厚 男人 呵呵呵 那我来了 嗯 我去了 去找 她是我二姐吗 你二姐 你二姐 我记得我不跟你说话 我记得我说回来 我记得我不跟你说话 对不对 我们俩一天都没讲话了 这傻狗 阿姐啊 傻狗又打电话来了 这傻狗是谁啊 我去 啊 你看 你打某个鱼 那两个鱼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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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狗又打电话 接啊 挂掉 挂掉 你挂吧 那是你们俩之间的事情 你们挂吧 谁的奶啊 我要去哄我二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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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理我 哎 哎 奶茶 啊 女孩子 奶奶对我们说 女孩子的命是菜子命 傻到哪 咱们就飘到哪 啥意思 哎 我跟你道歉咯 啊 我跟你道歉咯 我叫A吗 我忘了不跟你说话 爱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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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道歉咯 不然笑一笑吗 你笑什么呀 啊 笑什么呀 我看你呢 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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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道哥 先我们和好吧 你看我姐今天跟我认识 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我们俩和好 不然 说出来都不灵了 不然不然她去去成都她也直播安心啊 来吧 我是看你大姐面的 我不是看你面的 啥意思 意思原谅我了呗 我没原谅 啊 我没有原谅 没原谅 对 来啊 哇 不是让我到你大姐这里来吗 难道我去你的你啊 小燕 不知道 她让我过来 原谅我了呗 你还没原谅她呀 生气气了一天呢 你想想人家爱生气的女人容易生病 是不是啊 你也不对 我跟你讲 我感觉在一屋的时候 你们还偶尔的闹小闹一场 到家还大闹了一场 没必要 这就是什么啊 你要一辈子不跟她说话 一辈子不跟她来往 是不是 到这里我底气不走 她底气足呀 瞎说的 楼上是你家 我家还有十里路的 我要回成都 不要让老爸老妈担忧 老爸生命也不好 老妈身体也不好 你学买原谅我 我跟你道歉 三十多岁了 是不是啊 她懂懂事了 大姐说话 你别擦嘴 你这位姐姐 原谅一遍 然后抓着一点小事不放 难道知道一辈子不讲话 一辈子不来往 一辈子不来啥 不可能 对不对 哄了半天 我二姐还是没约 也不知道有没有原谅我 我完蛋了 我感觉 她不理我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原谅我 拜拜 大家再见